用户管理 用户资料设置 用滑鼠指向用户管理 然后点击用户资料 在这个版面 你可以查看已设置的用户资料 或者点击新增 去新增用户 用户分为操作员和一般用户 操作员和一般用户 都可以查阅网上各项资料 而只有操作员用户 可以处理网上工作派遣 和香港海关道路货物资料的 曝光事务 如果你想新增用户 在新增的版面内 填上空格内的资料 点击提交 用户也可以在上方的功能栏 设定每页项目数目 翻阅上下页 或者导出Excel格式报表 如果用户选择编辑 中指、啟用 或者删除网上用户 可以点击操作 进入建立新用户版面 在完成资料输入后 在下方点击提交 若果修改成功 画面会出现 你的请求成功地被处理 用户车队配置 用滑鼠指向用户管理 点击用户车队配置 在用户车队配置版面上 将有关职员去配对已经设立的车队 令到该职员可以查阅相关的车队资料 完成后 在下方点击提交 公司图片设置 用滑鼠指向系统设置 点击公司图片设置 在这里你可以更新公司商标 点击楼栏 选择打算上传的图片 再点击上传 用户并且可以点击系统设置里面的实时追踪设置 去选择追踪版面的内容 你可以挑选实时追踪讯息提示框的内容 然后点击提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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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